大家好,我是互相矿软 最近大家正在乐潮的一个话题是34万亿的新基建 规模达到34万亿新基建 这个基建是应该用网做人工智能 特高压传输 还有我们的那种华为这些芯片产业 还有我们的数据中心的建设 人工智能AI的这种开发 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布局 这个钱应该是用在这些方向的 但是这些都是传统的 很多都是传统行业 像芯片它本质上也是一个 1960年左右就出现了一个行业 有六七十年的历史 它也是一个传统的行业 就更不要说是特高压这种 就是说电力建设类的 它也是传统行业 大家都知道的 传统行业其实它的回报率相对是比较低的 如果没有就说像广泛的用户群体的话 哪怕你做这种智能AI 人工智能 它的很可变现的程度 其实现在还是很迷茫很难看到的 虽然它也在做一些很小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卖一套就赚一套的钱 其实这个钱来的是非常慢的 但是我今年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就拿我们长州的楼市来说 因为我正好在卖长州的房子 所以我就观察的比较细致 这两年我们长州的这个 就是说高地块的楼盘是层出不穷啊 楼板就是人家叫楼板价 就是那个地卖地的价格 还没平米多少钱 离我小区一点就一公里不到的地方 而且是往市区外面走一公里不到的地方 楼板价已经跟我现在在卖房子的 那个小区的价格一样了啊 然后它将来的按照预期的价格 应该是在三万五千块钱一个平方 然后我们那边那个小区的均价 才一万四千块钱一个平方 当中的差价达到了两万块钱 而且不是这一个地方出现了这种情况 而是在长州的整个周边 出现了好多这样的楼板 就类似市中心一点的 或者是周边一点的房子的价格 可能连人家的地就说 就是说拿地的价格都不够啊 就显得就是说 当然人家开发商说了 人家造的这个就是说绿化面积高啊 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嘛 就是说他们的土地价值高了 然后未来房子的价值也高 但是实际上那边就说很多啊 一万四一万五的房子卖不掉 然后他新造的房子卖两万多 然后当来网上那个二手房的那个均价 已经是一万八或者一万七 但实际上他啊 一万四一万三有的都卖不掉啊 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我的房子货型比较大 我是一百七十平方的能不好卖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们那个小区有一套和我卖的价格差不多 我卖一万两千七 他卖多少钱 他卖一万三 后来他降价到一万两千五 他是一百二十平 还有更更少的八十多平的啊 他也不好卖 我慢慢就发现就说 其实他跟户型大小关系也不是那么大啊 但是他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都知道每一次在各个行业 他不好赚钱的时候所有的资金都会流向就是说房地产行业 然后 但是目前来看这种趋势我感觉是存在的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吧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惕这个问题啊 大水漫灌 他去不了自己应该去的地方 也许就到了我们老百姓最痛症的地方 是不是当然了 可能也是很欢喜的对吧 万一房价涨了呢 对不对 那时候你卖我就卖更多钱嘛 对吧 反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还是希望就说大家能够多关注这些东西啊 也希望就是说大家都能盯着一点 更快的去提醒到啊 所在的各个部门吧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哦 再见